橙皮紫米红豆沙 姨妈后的姐妹 孕妻或者是坐月子的宝妈们 真的再适合不过了 100克的红豆 20克的紫米 红豆和紫米用一升的热水浸泡3-4个小时 橙皮清洗干净之后 用温水浸泡一下 浸泡后的橙皮水可是精华来的 千万不要倒了 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来熬煮 熬到这个汤汁有一点浓稠了 红豆微微裂开的时候 那么锅里的水也差不多汗了 再加点橙皮 然后过程中如果水不够 你就加点冷水 这种忽冷忽热的感觉 红豆是很容易开花的 全部出沙之后加冰糖 煮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如果你懒得用沙锅来熬的话 可以直接放在高压锅一键搞定 要特别特别推荐给姨妈后的姐妹 孕妻或者是坐月子的宝妈们 可以多吃点红豆啊 紫米啊 桂圆啊 这些红色的食物 以红养红让自己的状态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